先說回今天的即市走勢 上星期五未估低收,但人生指數這邊高開20點多一點 9點半期指夾上去,24550 比上星期五收市位還要夾超過150點以上 頭一兩分鐘,因為期指夾上去,證據也飆了一下 隨著內地和外貿做得一般,加上5號有壞消息 基本上香港這邊只剩下單邊的跌勢 10點鐘跌至24202,緊隨內地反彈 幾分鐘之內,10.06分,彈了超過140點 見到24348,但彈多少都好,都沒有碰過60分鐘線 之後慢慢整超級落,彈少少回多多 11點半,曾經失手回到之前的大位24150 低見24115 已經是全焦最低位 吃午餐之前,期指慢慢回順 上回24179 吃完下午飯回來,內地股市和上午一樣都是向下拆的 香港這邊基本上是單邊落的 看回五號仔,下午仍然被人不斷沽下去 跌超過5% 看來其實基本上都沒有可能大跌多 期指低位3.53分,23903 4點鐘,期指收報2390,不是接近全日低位收的 講下明天的個人即市策略 先講過市 上星期24600,248個盒子 踩穿24600打口,基本上慢慢向下插 而今天也踩穿24150,在現貨市場踩穿 也是幾乎期指來說 低收了23900邊位 所以來說,所有東西都是看淡的 另外就是匯豐,今天這樣插 通常這些壞消息這樣插下去 很難明天突然會彈回5%給你 所以一定都是大家一起沽下去的 所以明天來說,照看匯豐今天躍的股票 看看有沒有機會轉勢 否則來說,主力是沽反彈 開倉位置,嘗試在24,030附近 加50點,見即市淡倉 指示位置,定在你開倉位置的200點 個人來說,即市就不會做好倉 除非明天有一個比較大的gap down 否則來說 做淡,短期的機會率是高一點的 記得按鈴鐺小鈴鐺